來關心 臺北市有一家以 檢重出名的中醫診所 主治醫師還有他的妻子 涉嫌乍領健保費 虛報營業收入 涉嫌逃漏稅等罪嫌 臺北地檢署將他們約談到案 檢警查出 追退夫妻黨 他們明知健保不給付檢重門診 而他們從二零一七年開始 開檢重門診 吸引病患上門求診 再利用他們的健保卡 不時登載 慢性鼻炎 睡眠障礙等疾病的病例 而陸續炸領了一百多萬的 健保補助 另外每個月收取病患 自費的這個醫療費用超過五十萬 卻涉嫌虛報營業收入 經過檢察官附訓之後 他們各以五十萬元交保